好 先問一下視聰 幫我們解釋一下好不好 這一次川普跟法官之間 到底是為了什麼事情 這樣子的一個隔空交火 對 沒錯 主要是川普在1月27號 發布一個所謂的移民禁令 也就是禁止七個穆斯林國家的移民 來到美國 當然他的說法是為了美國的 整體的國土安全 跟美國的國家安全 你說的這個禁令就是造成 當天所有的機場封掉的禁令嗎 對 沒錯 那這個法令一出來的話 當然很多人都對川普 是不是有侵犯到人權 或是說他這樣做是不是太不恰當 這要跟觀眾朋友解釋 這個禁令有影響多大 看我是伊朗人 我那天本來就傳好了 我在記錠 要去坐飛機 要去美國 結果在那些要上飛機之前 被人卡掉 所以國線不准我進去 沒錯 那當然很多國家都非常不滿 尤其是那七個穆斯林的國家 那很多人就甚至說 川普這樣做不是幫IS一個大忙嗎 本來IS快要垮了 會不會有更多人去加入IS的陣營 那當然在美國這個法令也是 但是大家正反意見也是非常的激烈 那這個意見一出來之後 沒想到這個 這幾天川普就遇到一個踢到鐵板 為什麼 因為美國他們有法官 這個法官是西雅圖的法官 叫羅巴特 他就認為說你這個所謂移民禁令 是不符合美國的法令的 所以他就把它駁回 那一駁回之後 沒想到這個美國的國土安全部就說好 那既然法官這樣說 我們就按照國土安全部 按照法官的說法 那法官這樣做了之後 美國的這個政府單位的司法部 馬上就提起上訴就說 他要這個法院認同我們這個 移民禁令的這個做法 但沒想到又被法院駁回 也就是說他這個移民禁令到目前為止 應該是沒辦法再執行下去了 那沒辦法執行下去 川普馬上就在推特上面發文 因為我們知道他非常喜歡 在推特上面發文 馬上就開始罵 他說這位所謂的法官的意見 這荒唐可笑 會被我推翻 他根本是要剝奪我國的 這個執法的這個行動 不只一個他還發第二個推文 他說一名法官能夠擋下 國土安全部的旅行禁令 讓任何人甚至有不良意圖者 都輪到美國 那我們的國家會淪為什麼樣子 他就開始在批評這個法官 那當然這個法官 也就變成是大家目光的這個焦點 那這個法官其實在美國 當地是非常有名的一個法官 為什麼 他這個羅巴特 他其實之前擔任這個西雅圖 當地的兒童之家的這個主席 所以他事實上是比較偏向人權的那一方 甚至在去年的時候 美國在審理所謂警察 槍殺這個黑人的事件的時候 他就曾經還為黑人抱怨 他就說黑人的人口 這個佔美國大概20% 可是他的死亡率41% 所以很顯然是你們警察執法的問題 他就砲轟這個警察 他甚至還說了一句話 叫做Black Lives Matters 大家聽到這個句話都覺得很訝異 為什麼 因為這句話是美國民間黑人的一個這個標語 他說法官居然用這樣子的話來講 黑人的命也是命 對 黑人的命也是命 等於說他駁斥了這個執法單位 所以原本這個他在這個民間的聲望是不錯 那因為他這樣一駁回之後 川普現在很顯然這個移民經驗已經受挫了 但是移民經驗雖然受挫 但是他還是破壞了某些原本的關係 像我們知道在歐巴馬任期的尾聲 美國跟伊朗關係其實已經開始好轉了 但是沒想到因為他這樣一個禁令之後 伊朗現在對美國非常不滿 他就說你既然要寄出移民禁令對不對 好 我就怎麼樣 我以前都用美元對不對 我現在都不用美元 那美國人要來我們伊朗 好 我不要去 你也不要來 你也不能來 另外就是說他還試射這個所謂導彈的飛彈 要恐嚇美國 那這幾天的話他甚至說我要增產石油 我要跟你美國下國底就對了 但是川普也不是省油的燈 川普就說好 你這樣對我的話 我也對你 他怎樣 他對在伊朗有一些跟伊朗政府軍事合作的企業 跟個人有25家 他就進行所謂的制裁的動作 所以現在看起來就是說 雖然這個移民經驗好像沒辦法走下去 但是已經引起很多穆斯林國家的不滿 甚至美國這個極端對立的現象 其實還在持續之中 不過這個可以講個題外話 伊朗被美國禁忌制裁也不是今天了 對不對 歷史以來他很有經驗了 但是剛才世聰講的 是我們在新聞看到的一個表象 這叫我們要看熱鬧的部分 接下來陳老師要叫我們看門道的地方 美國的整個政府組織的架構 他們當初在設計的時候就已經預防到 每次做個國家選到一個 好像跟大家比較不一樣的疏忽的人 還是說這個思想比較前進的人 怎麼樣可以讓這個總統不要太瘋狂 所以這個設計是我們今天要跟大家非常非常認真 探討的是在這個地方 他的三權分立的這個制度 也就是美國當初在設計整個政府組織的時候 他不相信人 他不期待 不釋出的英明的這個總統 不指望這個 他指望的是制度 我想大家很少人知道 美國這個三權分立制度 是英國的政治哲學家提出來的 就是洛克 這個他提出三權分立制度 就是基本上不相信人 不相信個人 更不相信權力集中在少數人 或者是唯一一個單位是正確的 所以他提出三權分立 這separation of powers 這個三權分立就總統可以制成國會 國會可以制成總統 總統這個就是 但是司法部門就更獨立 司法部門在兩個世紀前的馬歇爾大法官 提出了司法審查之後 建立了一個司法審查制度 讓司法的體系不下於另外兩個權 各位 注意聽 這是大學才聽得到的 陳老師今天把課堂上搬出來 要濃縮三分鐘 告訴我們三權分立 事實上這個要講三個小時 我知道 今天不可能 所以說這個司法獨立 這一次就是司法獨立的表現 他有行政權 他說禁止七個國家的移民進入 對 移民進來 結果現在是 剛剛西雅圖的法官反對 但最重要的是 他在哪裡 這個巡迴法庭 第九上述巡迴法庭 老師 那個反對的法官 是現在這個圈圈的哪裡 是司法部門當然 是在司法部門 這個部分 對 但不是司法部 司法部屬於總統下面 行政部門下面 但這個是司法部門 三大部門 行政部門 司法部門 立法部門 所以是司法部門還有獨立的權利 所以這次的第九上述巡迴法庭 就宣判 裁定總統這個旅行禁令 是違憲的 違憲的當然還是給他總統一個面子 說你把資料收集好 文件收集好 我們再來重新審判 所以說他現在 川普現在就準備資料 看看再來上訴 美國的這個大法官不是總統提名 總統提名 大法官總統提名 但是法官也是總統提名 但是法官不一定要聽總統的話 他是獨立的 這跟很多國家說是有什麼武權 什麼英國 英國的司法權也沒有美國大 美國司法權是權力下大概是最大的 我提名你 你不聽我的 不一定要聽你的 這就是偉大的支出 所以美國他不相信一個部門 能夠掌控所有的事情 所以他把權力分散給三個部門 三個部門各有各的權力 總統是可以提名大法官 但是法官不一定要聽他的話 那麼國會參議院可以直接同意 總統任命的人 但不一定會通過 好 陳老師 我第一次上你的課 我可以這樣簡單講 就是他的設計叫做 你卡死我 我也可以卡死你 來 我們看一下 這真的是三小時 能說三分鐘 總統任命大法官跟法官 可是法官跟大法官可以裁定 他的命令有沒有違憲 OK 然後呢 這個國會呢 這個總統任命的大法官 要由立法這邊來同意 對不對 然後呢 他也可以裁定 就有參議院 眾議院就沒有 專院可以同意總統任命的人 他也可以裁定他們國會設定的 這個法律有沒有違憲 就是他們可以說國會的法律違憲 就不能行下去了 違憲 就不行了 所以現在還要看這個上訴雄偉法庭 怎麼審理這個案子 那麼假如這個審理人 仍然認為這個違憲的話 那川普可以再抗告 再繼續上訴到最高法院 難怪我美國朋友我說 你們不單一選出川普消消 他說我們美國的制度 他外省也是有限制 OK 毛老師 對啊 川普這個是一個 可以跟全世界作對 但是他在美國就吃別了 You are fi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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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被開除了 這個是川普的名言 他在這個誰是接班人裡面 老喜歡講You are fire 但是我跟你講 未來美國四年 就是一個You are fire的大戲 You are fire會不斷的進行 像三權分立 簡單講就是說 我可以任命你 但你可以對我的主張 fire掉我的主張 這就過癮了 你知道嗎 好 就好像講 今天川普移民禁令對不對 法院對他說 我 違憲 我不執行你的 大家都不執行 好 那不只這樣 行政部門不執行 所以司法部代理部長葉遲說 我不執行 川普說You are fire 然後海關跟移民代理局長說 我不執行 You are fire 好 川普大屠殺 一開始就為了這個命令 屠殺兩個高層官員 大家要知道 美國常常這樣屠殺的 1973年 李克森對那個特別檢察官考課室說 You are fire 但是司法部長不執行 不執行 You are fire 副司法部長也不執行 You are fire 好 每天我一定要跟觀眾講 未來美國一定是一個 你看到You are fire的大戲 為什麼 第一個 第一個你看到沒有 英國開出一個賭盤 你知道這英國賭盤已經開出來了 賭什麼 賭 川普一年下台 一賠四 一賠四了 這一賠還沒完 任內下台 任內 四年之內 就四年 任內下台 10比11 也就賠率是5 也就是說認為他 四年就可以下來 就是5比5 這等於是英國賭盤 您對川普說 You are fire 我願意賭 百分之五 百分之五十 好 第二個 你知道川普的女兒 剛才講 伊凡卡 她的品牌全部被抵制了 現在等於是美國不爽的民眾 You are fire 還有我告訴你 川普帶著他老婆 這個梅蘭尼亞 去冬季 渡冬季 結果所有媒體這邊 大家都看到 結果沒想到 去握川普的手 川普一下把他放掉 叫他放 看這麼多媒體在看 他又去握 川普又把他放掉 哇 川普會不會把他老婆 當著所有的媒體面說 You are fire 我跟妳講 我在這邊預告真的 各位 誰是接班人的戲碼 在美國白宮 會天天開始上演 那就是在開個賭盤嗎 四年之內離婚的賠率 我告訴你 這非常非常好 現在很明顯 你可以在店船 看到她老婆嗎 沒有 但常常看到她女兒 她老婆地位 其實已經被女兒跟女婿 取代了 OK 美國企業會不會反彈 千止 其實已經在反彈了 剛才我們講 那個上禮拜五的 那個反移民禁令 一出來之後 企業界的反應非常激烈 因為很多企業 都用了很多的移民 沒錯 沒錯 尤其美國 因為是一個移民社會 移民國家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說你去西岸 矽谷這邊 舊金山這邊 看到 你一到什麼微軟 蘋果 或是Google的總部 裡頭進去就是紅塵黃綠藍電子 所有膚色等同都有 你看 世界上最聰明的頭腦 來自印度 中國 現在當然 第一波 他禁令的是穆斯林國家 這些人 可是 其實企業在想的是後面 會不會 你封鎖更多人 各種 墨西哥人 各種勞力 各種聰明的頭腦的人 是不是會被你 拒在門外 只是因為你的膚色不同 我們先來看一下 像蘋果 微軟這邊 他們大企業其實 他們都出錢出力 這些老闆 包括了像是微軟 蘋果 他們拿錢出來 就是說 如果我的員工 受到移民禁令的影響 我可以出錢幫你打官司 包括在特斯拉的部分 還有包括Google Google是拿400萬美金 要成立維基基金 還有包括 我們大家常喝飲料 星巴克 要雇用一萬名 賣名 對 因為川普已經講清楚了 我不讓難民再進來了 因為會危及我國家的國土安全 所以我說好 星巴克我有錢 我在全世界 我提供一萬個工作機會 給這些難民來工作 還有另外你看到Uber 最近在台灣被禁的Uber 他成立300萬美元 300萬美元的基金 因為他很多駕駛人 其實都是移民 如果你到紐約去做Uber 你就會發現 全部通通都是講 不純正的英文 你到那邊你都會覺得 我英文好好 發音比他們好好多 那包括亞馬遜 MBMB 這些通通都首當其衝 所以大家都出來反應說 川普拜託總統大人 你這樣的移民禁令 會對我們影響造成非常大 而且很深遠的 而且美國的高等教育 有很多都是靠移民的學生 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現在知道 現在我講一個 我們自己私人的經驗 我們現在在台灣 我們有時候招人進來 國際組 我們都會常感嘆說 為什麼現在留美的這麼少 都留英的 留英國的 因為英國只要一年 就拿到學位 雖然英國的學費 也不便宜 生活費也高 可是美國更貴 而且要兩年 最少才拿得到 所以現在 你知道台灣經濟不是很好 所以現在從美國回來的人才 越來越少了 大部分中國大陸 或者說這些穆斯林國家 中東國家非常有錢 他們貢獻多少學費在那裡 你現在這個移民禁令一出來 這高等學校的收費 怎麼辦 學費越來越少了 是 而且你知道 中東很多有錢的人 對不對 他們的學生不是這樣子嗎 送去美國讀書 給他買了一個最好的跑車 爸你不要再買車了 我同學都坐火車 蛤 火車 好吧 只要買一輛火車 一列火車 對不對 所以有錢到這樣子了 但是我想問一下這個名譽 就是說 這個對穆斯林世界 會造成什麼影響 剛剛那個錢子不是有講嗎 就是說 如果你美國不要的話 對不對 那其他的國家搶著要 像觀光也是 像這樣美國現在就是禁止穆斯林入境 對不對 那你現在最受歡迎的是英國 加拿大 澳大利亞最高興的說 美國不要你們 你來 來我國家 那其中呢 那其中呢就是最 本來就是以穆斯林遊客為大宗的馬來西亞 你看喔 包括他之前的這個遊客 一年喔 從他周邊的 沙烏地阿拉 沙烏地阿拉伯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伊朗跟卡達 每年到馬來西亞去玩的遊客 就高達二十萬人耶 對不對 所以他覺得說好 你們都不要去美國玩 沒關係 你就來馬來西亞玩 那另外他周遭鄰近的這個泰國 現在擺出這個歡迎的態勢 他說中東的資源這麼大 美國傻傻的 那乾脆美國不歡迎你們 你們就來這個泰國玩 而且泰國現在推展這個醫療觀光 就是他們會以這個穆斯林為大宗 那你看喔 其實他們都覺得說穆斯林的這個 為什麼亞洲都在搶穆斯林的觀光財 因為根據2016年 這個穆斯林的旅遊指數統計 全球十名的觀光客當中 就有一名的就是穆斯林 所以你這樣統計相當於 有一點多億的觀光客 再來就是你看伊斯蘭的經濟 也非常的龐大 它光是2014年就已經達了1.8兆 我說的是美元 1.8兆美元 預估在2020年的時候 可以達到3.24兆 3.24兆 兆已經是翻了一倍 另外你跟別人講說 包括食品 觀光 那種消費市場 時尚消費市場 到2020年 可以激增到2.6兆美元 你看他們的市場是這麼的大 那我們話說回來 你要搶這個觀光財的同時 你要了解這個伊斯蘭 他們的經濟發展 其中最特別就是在伊斯蘭銀行 這個地方 伊斯蘭銀行 他們是標榜他們的教育 是不能收取利息的 他銀行不賺利息 怎麼做銀行 他們覺得利息是對人的剝削 所以譬如說 我們講一個簡單的例子 給觀眾聽 譬如說美人姐 你想要買一個房子 在穆斯林那邊買一個房子 就是1000萬支配款300 那可能就是預計就是說 你10年之後要預估15年 15年你把它付完 付完以後 這個房子就是你的了 那這個付完之後 可能是14萬 那你說這多出來的4萬塊 不是利息嗎 不是不是 銀行跟你講說 這是你可能這15年當中 你房子會增值 所以這個利潤 所以利潤是你跟銀行要共享的 他們是這樣子的概念 那你會說 那萬一我這個房子 譬如說什麼大海嘯 或是什麼有天災人禍 我房子毀了 這時候銀行就跟你盈虧共享 所以他們是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銀行是不收利息的 他說你增值的這個差價 OK 這是伊斯蘭的 伊斯蘭銀行 對 對